為什麼會變這樣 台灣年輕人怎麼那麼相信 別人告訴你那邊可以賺大錢你就去 因為在台灣沒辦法賺錢 他是一個經濟的作為 我在台灣我沒辦法賺錢 那邊比較容易賺錢我就過去 今天為什麼台灣的年輕人要跑去柬埔寨 他們一輩子都沒聽過柬埔寨 柬埔寨在哪裡 他們去了然後變成人蛇集團綁架了 要求家當他的詐騙集團的一分子 要不然你就要騙你很多同學同鄉朋友 來這邊一個換五個一個換十個 不然你回不去 要不然叫你家人拿錢來贖 變成人蛇集團的勒索物 為什麼會變這樣 台灣年輕人怎麼那麼相信 別人告訴你那邊可以賺大錢你就去 因為在台灣沒辦法賺錢 他是一個經濟的作為 我在台灣我沒辦法賺錢 那邊比較容易賺錢我就過去 那台灣為什麼沒有辦法賺錢 因為民進黨政府在執政 他每天在騙你 台灣的工作機會有多好 好在哪裡 沒有啊 如果好的話這些人幹嘛去 所以他其實就是一個經濟造成的 民進黨課了很多人的稅 然後用這些稅去買很多金火 台灣賺哪裡的錢最多 中國大陸 因為他是一個靠外銷起家的 那他現在外銷中國大陸 佔了百分之43.8 等於說你跟中國大陸 賣出很多東西賺很多錢 再去跟美國人買金火 用來對付中國大陸 全世界有這種邏輯嘛 在台灣很多人認為正常 民進黨政府認為很正常 那這是不可思議 而且是荒腔走板 忘恩負義的行徑啊 大家就覺得好像理直氣壯 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不要臉了 不是嗎 這個怎麼會是理直氣壯呢 你賺人家的錢 再去買武器來對付人家 有這個道理嗎 所以我講 看很多新聞 你聽我新聞其實是最明白 因為我用很通俗的語言 那今天經費要增加716億 增加了百分之13.9 那為什麼 因為美國叫你出錢 來做這個事情 你就要做 你不能去改善你年輕人的工作環境 讓大家賺更多錢嗎 你不能讓年輕人覺得說 我們只要努力打拼 我們幾年就可以買一個房子 你沒有辦法給年輕人 真正他生活上的一個需要 你只會畫出一個虛幻的台獨王國 然後來告訴他 只要在我們民進黨領導之下 未來我們就會都有尊嚴 你的這個尊嚴能夠當飯吃嗎 你的尊嚴變成柬埔賽這種國家 的人蛇集團 天天照三餐挨打 被人家羅令 你有什麼尊嚴啊 你的尊嚴